朋友们好,前面几期我用白话文讲述了清代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刘一鸣的西游原址第一回。 今天的节目西游真权是同属清代的陈世斌的著作,但这本书先于刘一鸣的西游原址。 刘一鸣也多次提到这本书并赞赏陈世斌,这本书中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和启发。 今天就在这儿做个补充,和西游原址雷同的部分就不再赘述。 首先说一下灵根,它就是先天真义之气,经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云两者同属而以名。 就是说,真义之气也可成为道是一种无形的能量,无法被肉眼所见,因此被称为天地之始,即是万物产生的根源。 当真义之气显化时,会形成真义之珠出现在空虚中,它便成为了万物之母,是创造万物的原始物质。 宇宇宙最初的仪器,在变化中分化为阴阳两极的力量。 阴阳是宇宙中对立而又互补的两种基本力量。 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了四种现象和阶段,太阳,少阳,太阴,少阴,青龙,白虎,猪雀,玄武四星象,春,夏,秋,冬等等,代表着宇宙变化和生长的周期。 四项的变化衍生了五行,金木,火,土,金,水。 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对宇宙物质世界的分类和描述。 五行相互作用产生了宇宙中的万物,包括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和生命形态。 都是真义的气变化而来,真义之气是宇宙的原始力量,是一切变化和生成的根本原因。 这种既存在于宇宙的起源之前,既存在于天地之先,又贯穿于天地之间,是贯穿整个宇宙的根本力量。 它是宇宙生成和消亡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它开始于虚无之中,创造了有形有之的宇宙,然后又回归到虚无之中,循环不息。 这表明了它是一个既包含生成又包含毁灭的过程。 如果人能够领悟这种气的本质,就可以理解洞察万物的原理和变化规律,包容宇宙中的一切事物。 这段文字提到了花果山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东方的镇卦所代表的方位。 镇卦代表着阳气出生之地,以代表花果之木,是花果山的主要植被,那应为海中之经。 因此,孙悟空的故乡在东圣神州的傲来过花果山,这水中之经是先天的真意之经,所以孙悟空来源于天地之间的自然力量,并没有生物意义上的父母。 这强调了花果山的神秘和特殊之处,以及其中蕴含的道家思想,及宇宙的自然生成和生命的奇妙之处。 灵台方寸,一个勾合三个点,读者一定会将其理解为心,你又怎么能说它不是心呢? 但是,错了,如果将灵台方寸理解为心,那么修行者只需通过内心修行,参禅打坐,摆脱欲望并遵循道理,就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为何还需要寻求仙道,东奔西走呢? 如果将灵台方寸视为天地之心,就能够理解了,因为这是超越个体的心,是宇宙的本源,如果将其视为个体内心,则会迷失方向,因为个体心智有限,无法领悟宇宙之道。 这里引用了一经中的一句话,提出了一个问题,急在不断的变化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天地之心? 然而,天地之心本身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但可以通过地雷挂的变化,来间接观察到天地之心的作用。 从极端的静止状态转变为运动状态,这个运动产生了阳气的生成和生生不息的状态。 而这一切都是由地卦昆卦所引发的。昆卦是一经中代表地的卦象,象征着生育、包容和稳固的性质。 所以参同其说,昆卦的产生源自于母亲的本性,昆卦也是万物生长发展的基础,是生生不息的根源。 在昆卦中的六五摇位,也有说是六五三十日,是每月的月位,象征着应急而复,象征着昆卦承载着所有事物,其包容性和稳定性使得事物能够得以发展和生长。 昆卦的作用就像是母亲般温养众生,是万物的母亲,即所谓万物之母也。 好,到今天我们粗浅了解了两本书的第一回。 下一集我们将一起开始西游记隐藏深意的第二回探索。